大家好,欢迎来到部落战争,我是JL,今天呢,其实这一次好像隔了将近两个星期啊,不好意思啊,因为最近纽约实在太热了哈,我录视频通常都是在一个小,不是在黑暗的小房间,在光明的小房间,但是没有空调啊,这么热的炎热夏天哈,大概是 国内的30度,虽然没有说是大火炉了哈,但是在没有空调情况下,没有窗户没有空调,只有灯光的情况下,可想而知还有多热,还要关门呢,所有都关上,因为不想吵到隔壁的人,也不想被外面的鱼竿的水流声给影响到,所以要一个安静的封闭空间,所以我夏天都不是很喜欢录这些视频了哈,但是还尽量吧,大家都在等嘛,所以就开始录了哈,这一天呢,其实 我刚刚打完了一场,打了两场哈,哎,坏荡,坏荡,来美国,我们看看他是否有好成绩哈,如果没有好成绩的话,大家 哎呀,看样子 哎呀,没啥可能了,因为这个地狱塔哈,而且你看中间的那个,中间这个黑黑色是个炸弹痕迹哈,你可想而知哈,这个,哎,这个地狱塔是被砸掉了啊,但是 他也没有,呃,足够的时间,而且天使好像只剩下两只了哈,所以 怎么说呢,中间那四个地狱塔的炸弹哈,确实是呃,威力挺不出,挺强的哈,所以啊,这是我早期的一些啊,就是比如说啊,阵的,防御阵的一些想法啊 好,那实际上,这个中间全是炸弹的阵,挺防十本的攻击,但是不防哈,呃,不防什么呢,不防十一本攻击,十一本进入内部的时候哈,其实他就是,就是泳王这个技能哈,就是一开就是无视你哈,我也不想大家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哈,这坏蛋今天打了,这次大家都打得有点失败哈,我是,我是第二个三星的哈,但是我也是大失败的一次,在二号这里, 所以啊,但这次总体来说,我们应该是还会显胜吧,因为我们的资产硬件比敌人强嘛哈,所以说,嗯,怎么说,应该也不可能发挥超市,这个水准的哈,哪些都拿不到的话,真的是啊,太差了哈,像我第二次攻击就是太差了,真的是,啊,没准备好哈,好,我们就开始吧,嗯,我今天呢,其实,最近我是用的, 那个新的录视频的那个软件,叫Airshow哈,我其实用的挺久的,但不知道为什么,这这次更新的好的版本是,好像只能录十二分钟哈,难道他们收费了吗,还是什么,嗯,就,我打这个旧版的菊花症哈,现在旧版菊花症已经被大家打得快烂了哈,你,我曾经也是用菊花症,反一些,嗯,就是,这个菊花,就是, 防一些不会打三星的,哎,那些,啊,部落来说的话,还是挺不错的,但是呢,很容易丢,非常容易丢两星,你既然,三星已经不是像曾经那么辉煌了哈,你就,这个,我说的是,这个菊花症哈,没有以前那么辉煌的防守能力哈,又那么容易丢两星,那你这个就没有必要哈,不值得存在,原因就是,嗯,也曾经就是,就是,让你拿两星嘛,哈,就你, 就是,就是,三星都别想拿哈,现在变成,呃,两星随便拿,三星就是,也是可以拿得到哈,就是,看运气了,有运气成分存在啊,你用,呃,全,呃,蓝胖流也是可以的,我喜欢用五升蓝胖流,因为我刚刚打那个二号,就是用全蓝胖流,结果,我反正全蓝胖我就控制不好,主要就是,他们就是走啊,还联盟处理,非常,难处理感觉哈, 最近我也是很懒得处理连门啊,通常就是双毒就直接下去哈,这个还算是处理了,我刚才就是第二次打的时候没处理啊,结果就死在连门手上 好,这个菊花症,其实你只要,呃,一定要用蓝胖哈,你没有蓝胖用去打菊花症还是挺艰难的啊,因为你内部确实城墙还挺多,如果你用地震把墙全部震开的话,你五升也是可以打得出三星,但是,问题就在这儿哈,你用的炸弹炸完,对不对 地震震完之后哈,你就没有,足够的黑暗药水来处理敌人的联盟哈,所以说我非常不推荐哈,那你如果,呃,如果你就,硬生生的啊,再耗掉两个药水的空间来用毒药的话哈,那你就相当于你用了,呃, 两瓶的弹跳药水的,这个空间哈,但是你只有,得到一瓶弹跳药水的效果哈,这有,我觉得是性价比就不值的哈,你用地震的话,你主要就是,呃,只要弹跳一下,然后呢,而且,在那中间是非常有,非常密集的,就是在那附近有非常密集的防御哈,那这样子震的话, 把附近的防御全部就是降低到,呃,将近百分之,呃,百分之五十哈,将近百分之五十的血量,那这样子的话就,呃,武神啊,或者蓝盘进去就非常容易,呃,摧毁掉哈,这个就是地震的好处哈,那我们就看一下,呃,我前天打的哈,今天我最近也都是, 第一下,我要是能三星的话,第二下我就会去挑战新兵种,或挑战高级哈,今天本来想挑战一号,一号的哈,但是后来,呃,我觉得 其他的成员,确实打的还,今天这次失败的挺多,所以我就 不想去挑战比较难的哈,那就去挑战二号,结果还是 呃,惨败,也不想给大家看哈,呃,这个 这个证哈,这个证是,其实是一个挺普通的一个证哈, 呃,地狱塔也没有特别的保护,而且都是单投地狱塔,上一,上一场,其实我们可以打到将近满新,其实也主要是 归功于敌人的证哈,就是都是单投地狱塔大多数哈,然后少部分是多投的,而且证都是 所谓的,打钱的证哈,并不是什么,就是部落战的阵型哈,所以他也没有 防武神啊,也没有防,呃,呃,蓝盘啊,什么的,你刚才看见我旅程,呃, 不是女神,不是女神哈,我看女王,我说错女神 女王哈,都快死掉的时候哈,我都忘记下,下那个啊,狂暴了哈,其实如果当女王快死掉的时候,你就不需要下狂暴了 快死掉,你直接开技能哈,技能开完再下狂暴,都来得及,如果你下狂暴下去的话,你他必死无疑 那我,我刚才,之所以迟迟不下,我就是想等女王,就是往哪边走哈,如果他往,他往左边走的话,我就下狂暴的偏左,如果下右边的话,我下右,但是,你下狂暴那时候也是以时为晚哈,我就直接开技能,但是,还好他是走出了,走出了攻击范围,所以说啊,就省下了我一个,开技能机会哈, 女王就到,的技能就存活到最后哈,女王技能要是能存活下来,你就是,三星的,呃,希望就很大哈,因为很多情况下,用蓝胖和武神,都是把敌人的,都打得差不多哈,最后就是天使和女王,就是一个人收场,那这个收场的话,你当然要记着的左右,呃,记着一分钟的,就是,要预算一分钟左右的时间,给这个女王清场哈,所以说,呃,蓝胖和武神进,进场,出场是非常快的哈,所以说,呃,蓝胖和武神进,进场,出场是非常快的哈, 他说,呃,你什么时候进场,蓝胖就决定于,你大概还会剩多少的时间,呃,这个不是废话吗,呃,你看他这个炸弹啊,摆得非常的烂哈,巨大的炸弹,你应该把内部就是防这些蓝胖和武神用的,那全部五颗西乎,全摆在一块儿,都摆在外边,那就是,呃,你要是,呃,用听女流往,呃,这个,呃,六点钟开始绕的话哈,也是不怕哈,听女流就是一个,挨个挨个给你拆掉, 那你这个正就是,就是非常的烂哈,再给大家看一个就差不多哈,因为今天这个视频只允许录十二分半哈,我刚刚录了一个英文版后面又黑屏了,其实我昨天都已经录好了视频,但是呢,录了将近二十分钟,后面的八分钟都是空的,哇,那我就得重新再录一点,然后去弥补一下,但我就心想,哎,今天反正打不落仗哈,就给大家看看,结果啊,第二波失败了哈,好,这个坏蛋啊, 那么刚刚刚才坏蛋打上一场,给,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直播了坏蛋的攻击哈,他是失败了,呃,当然成功率,他的成功率大概是一半一半哈,啊,也算是很高了哈,不落仗打满十哈,全满十有一半一半的几率上新是非常高的,呃,成功率哈,你不可能说,哦,百分之八十啊,那些绝对都是,呃,绝对都是有,有作弊手段百分之八十三星啊,呃, 一半一半,我觉得是已经很不错了哈,每场都会出现一颗三星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,是打同本哈,我不是说是,好,十一本打十本,那十一本打十本,你的三星成功率,呃,大概是百分之六七十吧哈,应该是打不了,呃,十一本打十一本打不了三星的话,呃, 嗯,那实力确实有点差哈,但是,但是,好的阵的话确实还是很难打的哈,你一半的几率可能都没有,那这个阵就不是那么好,所以说是,菊花阵已经没有曾经的那种辉煌了哈,就是说第二点哈,大家,呃,就是呼吁大家不需要再用菊花阵了,菊花阵已经是退出历史舞台,呃,现在都是用那些,呃,就是,大型的那种阵哈,那种大型阵, 呃,大家就,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摆,好像上一期有没给大家看过那,那个阵呢,呃,如果没有的话,我倒可以给大家看一下,那个,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阵哈,虽然被我打三星的哈,呃,我不是夸自己哈,虽然被我打三星,但是那个是一个,初十的哈,非常,非常初的,十本哈,就是扎实了,既然就是反出了我们好几次的,呃,高十啊,十一本的攻击,然后,呃, 我也是运气好,才拿下三星的哈,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阵哈,我不知道上次视频录了,还是这次视频录的,也许没被删掉哈,昨天录的时候到底还在,今天不知道,还在不在那个,好了,今天差不多就讲到这里了,讲太多的话,后面又是空的哈,呃,所以,就这样子了,啊,下期再见,啊,拜拜